大家好我是貝仔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屬於比較新生代的聲優 鬼頭明里小姐 鬼頭小姐於2014年出道 雖然從事配音工作的時間沒有很長 但是因為常常被選為主要角色 所以迅速的累積了人氣 代表作有調教咖啡廳的日向下凡 磁力至上主義教室的庫北林英 小泉同學的中村美莎 最終休止符的七卡薩爾 鬼滅的罩門咪豆子 中資人基因組的根務夫花嶺 一個人圈圈小日子的本庄雅流 街角魔族的千代田桃 restage的月板砂游 一口氣增加 再過一兩年 沒準就能看到鬼頭小姐在東京巨蛋辦演唱會了吧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聽看鬼頭小姐的聲音吧 以上是鬼頭小姐在調教咖啡廳中飾演的日向下凡 在咖啡廳中的日向下凡 是一個以傲嬌為賣點的角色 傲的部分 嗆辣夠尾 嬌的部分這是無限回味 嘿嘿 可以準備在老婆名單上多加一筆囉 那麼我們今天搭配主餐的副餐是蘿莉音版本的鬼頭小姐 盤子很燙請小心使用 雲南太 紙可以使用嗎 對呀 大家也很聰明 紙可以使用嗎 在這邊不厭其煩的向各位再三提醒 不管是關三年 關十年 還是就地槍決 不論情節輕重 犯法就是犯法 大膽的想法心裡面想想就好 不要拿出來實行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為各位收拾空盤 套餐最後的天天馬上會準備好 今天的天天是冷酷霸道總裁版本的鬼頭小姐 沾著自己的少女一起吃的話 味道會更有層次喔 不說啦 我現在就需要一張婚姻申請說 拜託鬼頭小姐娶我回家好不好 在成為生幼之前 有考慮過成為畫家 在調教咖啡廳中 有幾目的百合福利鏡頭 就是鬼頭小姐負責的 這年頭生幼不好當啊 還要會畫畫 簡直是無理取鬧嘛 說到成為生幼之前 鬼頭小姐原本打算就讀當地的大學 讀過輕鬆的求學時期 隨後雙親表示不能再支援鬼頭小姐的生活 若要繼續升學 只能靠自己打工去賺取學費 讓鬼頭小姐開始思考 到底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最後鬼頭小姐想通了 她真正想要的就是成為生幼 毅然決然離開老家 來到東京 過著一邊打工 一邊在生幼養成所學習的生活 做過的打工種類非常多 在拉麵店裡打工過將近一年的時間 會選擇去拉麵店打工的原因 據本人的說法是 因為想吃家常料理 其他還做過牙醫住所 還幫手機應用程式畫過插畫 當時在生幼育成所學習的時候 其實就有想過B計畫 要是沒當成生幼 就要回家買插畫賺錢 配羅莉音的勢力很強 尤其是在演出天使降臨到了我身邊的時候 更是受到製作團隊的暴力讚揚 因為實在不像是鬼頭小姐自己發出來的聲音 還多次被關心 是不是在勉強自己 那本次的生幼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囉 本節目到此結束 想知道更多動畫雜談可以訂閱我 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就能在第一時間看到我的影片 每個週日晚上10點會有直播 在睡覺之前 和大家聊聊動畫漫畫 還有其他有的沒的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很棒 也許你可以考慮贊助我喔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肥齋 下次見 差點忘了同意出還沒拉 那我先走啦